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作为一个资深老厅长很高兴再次与你们见面 海贼王进入河之国片以来剧情发展很快 草帽团和凯多的大战也是定好了在两周后的火焰祭典 韦田也确实是个伏笔大神 海贼王中处处充满着伏笔 到最后被揭开的时候往往也是能起到非常惊艳的效果 其实从目前的实力对比来看 草帽团大战凯多的胜算并不是很大 但是作为主角凯多这个巨无霸升级包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要取胜的话就需要借助一些特别的力量 索隆现在有三把佩刀 一把是合道一文字 古伊娜生前的佩刀由她的师傅庚斯郎转赠 第二把是三代鬼侧 在罗格阵偶然得到的第三把就是黑刀秋水 在莫利亚篇索隆遇到一个剑士尸体 莫利亚将布鲁克的影子塞进尸体中和索隆大战一场 两人战斗不分上下最后被索隆击败 正是通过这场战斗索隆得到了龙马的认可 将秋水托付给了索隆 是与龙马僵尸对战后的胜利品 当时就已经透露过了黑刀秋水来自于合之国 而且还是合之国的镇国之宝 鼎盛时期的龙马还用他斩活龙 黑刀秋水是大块刀二十一弓之一 相比和道一文字和三代鬼侧要重要的多 但是索隆拿到他释放自己的绝招时 发现秋水可以吸收另外两把刀的力量 然后形成更大的斩机 这也相当于变相的提升索隆的实力 这也是刚开始索隆发现到的力量 但也不是他真正的实力 我们都知道龙马生前是传说级别的存在 而他因为斩龙的事迹被合之国的人所景仰 可想而知他所斩的龙并不是像庞克哈萨德 遇到的那种试验品 也不是像那种吃了赐品恶魔果实的桃之主那样的垃圾 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破坏力 给民众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的强大生物 所以在与其战斗的过程中 武器肯定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凯多目前的一个人物设定就是杀不死 也就是拥有极强的防御力 目前针对这一现状 藏帽团也没有应对的方法 所以作为正国之宝的黑刀秋水 有望在于凯多一战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索隆也有可能会因为秋水而对凯多造成实质性伤害 从而推动剧情的发展 不过何之国正国之宝 秋水这一伏笔以后怎么开闪 这个坑最终还是要伪填大神来填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宝们 不妨把你的想法评论在下方留言中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同样不见无散哦